知名华人物理学家李正道先生与世长辞 享年98岁 提起李正道先生大家都非常清楚 早在1957年他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且大家知道吗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 李正道还没有加入美国国籍 所以他真的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 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当年他才31周岁 李正道先生绝对是成名甚早 出生于1926年的他早年辗转求学 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抗战胜利之后呢 李正道先生又得到导师的推荐 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 由于他没有本科毕业文凭 所以一开始芝加哥大学 只是给了他一个试读的机会 但是在求学的过程之中 李正道显现出了他超人的学习能力 而且尤其得到了他的导师费尼的大家赞赏 这使得当年不到30周岁的李正道 就破天荒的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这是支大200多年以来最年轻的一个教授 而且当年李正道还是一个中国人 我们非常清楚 上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的多么艰辛 但是李正道还是发挥出了他在物理学方面的十足专长 一直到了1963年 李正道先生才加入美国国籍 所以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 妥妥的就是一个中国人 而另一方面呢 由于少年就成才 所以李正道先生也对中国后晋人才非常的提携 1972年中美外交融兵之后 李正道先生回到了祖国 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热切接见 周董理还语重心长的跟他说 我们中国现在基础学科的人才太少 希望李正道能帮忙想想主意 李正道表示说 中国地大物博 人杰地零 人才我们是有很多的 只是很多人才缺乏一个出头的机会 到了1974年 李正道再次回到祖国 受到了敬爱的毛主席的接见 伟人和他一聊就聊了两个多小时 李正道都非常惊讶于80多岁的主席 还对自然科学这么感兴趣 后来在李正道的建议之下 我们的大学搞了少年科技班 我们每一年都选派大量的优秀毕业生 能够到美国读研 尤其是学物理学的专业 而李正道先生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 就关注祖国的教育 在他的精心扶持之下 确实有一大批学子 能够有机会脱颖而出 到美国去求学 学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而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早就学成归国了 李正道先生和杨正宁先生 他们三十多岁的时候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他们的学术生涯非常的漫长 在这漫长的学术生涯之中 他们提携了很多后辈 也为我国当代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